在现今 我们所谓文明社会 科学技术也发展到 可以将遗传基因 DNA分子转换 一直到其他物种 市面上可以看到含有大豆基因的马铃薯 视频等等其他视频 这同时也遭到了绿色环保人士的反对 在电视上也看到报道 中国用单细胞复制成功的羊猴子 于来自他们的本体 是否还可称为母亲 或是父亲同一体一模一样 这种科技如果落到狂妄野心家手里 后果真是人不敢想象 我曾经听得有人说过 这个基因的发明 就是世界末日的遇到 确实是可怕 它破坏了自然的定律 一般人所谓的 人定圣天 就是说 人可以控制自然定律 可以改变自然定律 科技发展能做到 但是最后的效果 最后结果是什么 是这个星球回忆 这一段事 这个事实 我相信 心底 细密一点点 应该能够觉察得到 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是经过许多次的生命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而科学家 预言家 都曾经测到 在恒古时的时代 这个地球上有高度的文明 为什么会毁灭 现在的人 科技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 再往上发展呢 可能又是一个毁灭的小道 也许经过 在几十万年 或者几百万年之后 人类的文明 从头再开始 这个世界 永远都在这里 循环 这个佛家常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中不空 循环不空 转变不空 因变成谷 谷变成因 所以 物己 比反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身在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许许多多宗教家 预言家 都说 是世界末日的前夕 中国也有些 语言家 讲 他们又讲 世界末日 是讲这个世界上 有空前大灾难 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这两三年 有些人预估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核子战争 我听讲 这个战争之后 世界上 会有一千年的和平 为什么呢 人差不多都死光了 今天大国 都在发展尖端的武器 这不少事情 过与过之间 没有互信 彼此不信任 不平等 不和睦 族群与族群当中 也是不平等 不和睦 一直到现在家庭 家庭里面 这成员最少的了 也是不和睦 我们中国古人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 家伙万事谢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需要什么 需要和平 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如果没有平等 就决定没有和睦 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严重啊 非常非常可怕了 谢谢大家